疫情过后 各国央行纷纷刺激经济 导致各国的房价开始大涨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的热门话题部分 我们都知道在去年2020年疫情过后 各国央行应该说疫情还没有结束 疫情爆发之后 各国央行为了尽快让自己本国的经济回到正轨 纷纷采取了各种措施 不论是降息 印钱或者是其他方式 都使得资产价格出现了巨大涨幅 我们说的资产价格 自然就是包括了房地产 股市和其他的有价证券 在这其中呢 我们都知道即便是股市上涨 或者说是债券和其他市场上涨 那仅仅呢 只会让一部分有产阶级 或者说呢 是中产阶级和富裕人群 他们受到比较大的受益或者说是影响 但是房价的上涨 却是对于普通人的影响是最大的 我们知道呢 尤其是在发达国家 比如说我们举例像现在的澳大利亚 美国 加拿大 包括了韩国 新西兰等等这些国家 即便是现在的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 但是在各种强劲政策的扶植之下呢 他们的房地产价格市场都已经上涨超过了20%以上 我们知道房地产上涨呢 会带来两个巨大的问题 第一 就是普通人他的购买力 或者说是能够实现房地产这个 买入房地产的时间会大大延长 那么即便是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发达国家 根据目前的平均收入 如果你是生活在悉尼地区的话呢 平均要工作时间 从原先的8年大幅增长到现在需要平均工作11年才能攒够一套 我们说的带地房子的首付 那么即便是墨尔本或者是其他的稍微小一些的城市 现在的攒够首付的时间也是大幅延长 这对于普通现在还没有房地产的这些 我们说的普通人群来说将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第二呢 它会造成一个很大的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 我们知道呢 不论是在这个世界上的哪一个国家 那么当地的政府或者是当地的执政党 他们如果是想要获得较为稳定的社会舆论的舆情或者是关系的话呢 都需要尽量缩小社会之间的财富分配不公的这么一个现实 但是呢 由于这一次的疫情导致呢 政府和央行不得已采用强劲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来刺激资产价格 这就使得很多有产阶级 他们名下的股票和房地产 以及他们的家庭总收入和总资产是大幅上涨 但是对于整个金字塔在下面的50%人群来说 他们的授意应该说是微乎其微的 甚至于有很多人还因为失业而导致呢 家庭收入也好 家庭财富也好 出现了急剧的缩水 所以我们知道呢 现在的政策应该说 我们把它形容的简单一点呢 就相当于是呢 生病的一个重病病人 现在是靠着是新分剂 让自己呢 这个精力或者是体力暂时的恢复 但实际上他对于身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那么就像其他国家一样 像比如是现在的韩国和新西兰 即便是他们现在 特别是新西兰 即便是他们的疫情基本已经控制住 没有新增病例 但是呢 他们的央行已经提早开始呢 要控制住这个房价市场 因为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呢 房地产市场很有可能会变成 下一个金融危机的导火线 当然我们现在说这些呢 应该说还是为时过早 因为除了像新西兰或者是极少数国家以外 全世界大部分国家目前依然是在 和新冠病毒的斗争之中 所以我个人认为 只要这个疫情还没有结束 那么政府的自己 央行的自己 就不可能完全结束 换句话说 虽然我们知道现在兴奋机 对于身体的长期伤害是巨大的 但是目前来说 并没有另一种更好的药物 来治疗新冠疫情过后 对于经济的伤害和打击 所以说在这个两难之中 我相信呢 主要国家的政府和央行 依然还会不得不无奈的选择 继续使用目前的量化政策也好 降息也好这条路 即便是美国已经暗示了 他们将会提前结束低利息 但是这个时间表距离现在依然有远远的两年时间 在这两年中 我觉得房地产价格和股市价格 即便是出现了小幅回调 但是在24个月之后 我们回头来看 它依然会肯定比现在价格更为高 好了 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讨论的内容 欢迎您下次收看我们的节目 再见